一張癌早期的症狀 其實都不大明顯 像有些人是感覺到是胃痛 甚至有些人是用皮膚癢來表現 像是這位79歲的女性 她其實身體是真的完全沒有異狀 她只有感覺到她全身發揚 她說這個癢 就好像蟲蟲在咬你的全身 她常常就因為這樣半夜 睡也睡不好就常常驚喜 所以她就其實常去這個藥局 裡面去買一些止癢藥 來舒緩這些不是 那她也覺得說這些止癢藥 其實好像也沒有太大的改善 但是她也沒有其他症狀 所以她就沒有理她 她還到處去旅行 一直到她一直感覺到 這個尿液的顏色 變得離奇的深之外 連糞便的顏色也變成淺了 一做斷層掃描 才發現她已經是胰臟癌的第四期 甚至已經擴散到腹腔的大王抹去 另外一位也是70多歲的男子 她其實雖然有抽菸的習慣 她最近這半年就感覺到 她奇怪 吃什麼東西都是甜的 甚至連喝水也是甜的 還有食慾變差的狀況 這一年多來 她已經瘦了十多公斤 甚至會感覺到 上腹部有一些些不舒服 結果到醫院去檢查 她除了很嚴重的糖尿病之外 她還有胃食道逆流的狀況 當然她有控制血糖 也有吃這些胃食道逆流的藥 但是都沒有效 在做胰臟內視鏡超音波檢查之後 才發現她胰臟頭的地方 有四公分的腫瘤 另外一位是50多歲的男子 她之前是頻繁拉肚子 當時有去做診斷 被診斷出來是大腸的急躁症 但是三年之後 一樣上腹部 還是會感覺到這個不舒服 推測 醫生就推測 這應該是胃食道逆流的狀況 可是照了胃鏡甚至大腸鏡 都沒有發現異狀 而且上腹部還是持續有悶痛的狀況 最後再照了超音波 發現她竟然有腹水 肚子裡面怎麼會有水呢 做了斷層掃描才發現 她已經有八公分的胰臟腫瘤 已經是末期了 對 其實大部分的症狀 都是什麼上腹部不舒服 但是就怪了 許醫師 這個胰臟癌 這個人為什麼會覺得皮膚癢 而且胰臟癌 到底會有哪些症狀 是 胰臟癌其實會有各式各樣的症狀 的確有些人會以皮膚癢來表現 這種以皮膚癢來表現的這種胰臟癌 大部分都發生在胰臟的頭部 頭部那邊 因為頭部那邊 它會比較容易 長大以後容易壓到腫膽管 壓到以後 胆汁流下來就比較不順 胆汁裡面就有胆酸 胆酸就流不太下來 所以它會滯留在肝臟 然後再回流到血液裡面 然後到全身循環以後會沉積在皮膚 那皮膚就會起氧無比 非常癢 而且對什麼藥都不好 都沒有效果 所以要注意 如果說它這個癌症越來越大 壓到 再把腫癌整個壓到的話 胆汁整個下不來的時候 那個胆紅素就下不來 然後它就循環全身 然後皮膚會變黃 眼睛會變黃 然後它到腎臟的時候從尿排出來 那個小面也非常非常的深 這樣叫茶色尿 因為胆汁沒有辦法說 腫膽管下來的話 大便就會變淡了 變比較淡 所以要注意 如果說有皮膚起氧無比的話 要注意有可能是膽癌的症狀 那如果說這個胰臟癌長在 這個體部或尾部的話 它不太容易壓到東西 所以它腸臟會長得蠻大的 然後後來它就吃到神經了 那時候你就會痛了 那所以越大的話 它會吃我們的營養 所以體重也會減輕 那另外胰臟癌本身 它有時候會放出一些物質 讓我們胃口變得很差 所以病人會有一些噁心 嘔吐 胃口變差的情形 那有的時候 它會放出一些物質 讓我們容易產生靜脈酸塞 所以有些人他是腳的靜脈酸塞 然後他就會腫痛 紅腫 那另外有時候胰臟還長得很大的時候 他會吃到胰臟的組織 把胰島都破壞了 胰島素就不足了 那就會產生一些 糖尿病的一些症狀 所以它是千變萬化 那還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 胰臟有一種特別的腫瘤 叫胰臟神經內分泌瘤 這種是很特別 它有時候表現的話 因為它會放出一些物質 有時候放出刺激胃酸 分泌的胃蜜素 那病人胃酸很多 他就會有潰瘍 那有時候他會放出一些物質 讓人一拉肚子 所以他這個變化就很多 像我以前有遇到一個40歲的男性 他就是常常上腹痛 大概有兩年多 在外面做胃鏡已經做了六次 每次都說有很厲害的潰瘍 那後來有一次 他就因為解黑便來到我們醫院 然後我剛剛做胃鏡發現 哇 這潰瘍真多 食道也有 胃也有 小腸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都有潰瘍 這非常不尋常 那跟他做切片發現 也沒有幽門感菌 混起來也沒有吃什麼止痛藥 這很奇怪 就沒有任何的危險因子 怎麼會有這麼多潰瘍 那就要懷疑 他是不是有分泌胃蜜素的腫瘍 給他做個電腦斷 就發現在胰臟的體部的地方 有一個1.5公分大的腫瘍 是這個神經內分泌瘍 後來給他開刀 開刀完以後 他就沒有再有胃潰瘍 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有潰瘍 搞不好是有胰臟癌 對 所以其實很多癌症 就是癌症常常跟我們常常講 是一個最好的模仿者 他可以用各種的方式來表現 所以當你有一些奇怪的症狀 就是以前沒有經歷過的 然後體重膜因情況要降低 真的還是要趕快去找醫生 可是很多人都上腹部會不舒服 總部的上腹部就要求醫生 幫我們做電腦斷層對不對 旭美 你說如果只是消化不良 你說有辦法去分辨 到底是單純的腸胃炎 還是真的胰臟有問題 而且另外有一個病 看他很像叫做胡腹癌 我首先我還是先講一下 其實消化不良在現代的人 尤其你吃飯速度很快 醫生其實都是 很多上班族其實也是 吃飯速度很快 你壓力很大 其實都容易會出現胃痛 或者是消化不良的症狀 但是如果這個症狀 你一直沒有緩解 甚至你已經做了很多治療 沒有緩解 基本上我們還是建議 要找腸胃科做該做的檢查 我其實就有一個病人 那病人其實跟了我一年多的時間 在這一年多來 他真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胃不舒服 他時常用不同的方式表現 有時是說消化不良 有時就是說胃痛 可是其實我一直每一次都跟他說 你這個一定要先去做一下胃鏡 確認有沒有問題 因為他以前做過會害怕 所以他不敢做 所以到了一年多之後 我就說不行不行 再這樣下去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找到真的原因 我就鼓勵他去做這個腸胃鏡 結果一做 他就是所謂的胡腹癌 所以後來其實他就開始接受治療 但是我們要特別提一下 其實像我們可以看一下 胡腹癌的位置 基本上是長在十二指腸的 這個出口的地方 你在做這個所謂的胃鏡 你還有機會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們回來看胰臟的胰臟癌 胰臟癌其實胰臟因為住在胃的後方 就像這張圖裡頭 黃色的地方 所以我們通常在腸胃科 我們會做兩個腸胃科 醫生會幫你安排的基本檢查 例如胃鏡 例如超音波 超音波如果從胃照下去 有些時候會擋住某些地方 所以胰臟有可能會照不到 那如果你是長在胰的尾部或體部 可能你做這個腸胃鏡 你也看不到 因此看到這裡就會有民眾覺得 殘了 我又消化不良 問題是我這兩個也做了 我又照不到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要做更進階的 比如說電腦斷層或核實共鎮 可能要做自費的檢查 這時候你要怎麼跟 我們一般的消化不良做一個區分 我們先講一下一般消化不良的 一般來源就是我們在吃東西太快 所以導致我本來的消化酵素 沒辦法正常分泌 所以其實你可以做個 比如說兩週到一個月的生活改變 怎麼改變很簡單 就是你吃飯每一口進去 你算30下 咀嚼30下再吞下去 細嚼慢咽 對 讓你的這個分泌 本來的消化酵素 足夠去讓腸胃道消化 如果一個月之後 你的症狀就改善 那可能就是生活一次改變就好 但如果一個月後 其實你發現症狀 一直都沒有任何的影響 基本上它就是個很重要的警訊 你一定要找腸胃科 找到真正的原因 是比較安全的 是 因為我們胰臟發炎的時候 還是要必須看到 他自己的修復能力來做修復 穴道其實可以幫忙修復 陳醫師 對 因為胰臟其實 它的位置 其實你要去按摩 真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只能藉由一些 經絡的走法去來保養 那如果胰臟的保養 如果說你真的有這部分 可能就是要擔心帶一些什麼 這一些 你可以有兩個穴道可以去使用 一個是在我們的斜肋處 斜肋處這個位置 你就是手曲軸 然後中指貼在你的耳垂 然後正中腋下 這個腋中線下這個地方 紅點這裡 就是這裡的話 就是我們的張門穴 張門穴如果說 你今天要調節肝膽 這個部分的話都可以做一些調整 如果你覺得這個位置不方便 手上有一個穴道叫做肢溝穴 肢溝穴它就在 你看我們兩根骨頭中間 這個凹窩 前面跟我們這個軸肩 這個連線上面 然後這個碗背的橫紋 往後四根手指頭的地方 就是肢溝穴 如果說你常常有這個 肝膽疑部分代謝的問題 或者是發炎的問題 都可以按肢溝穴去做調理 那如果說像我們有時候 肝膽疑這部分 或容易發炎的困擾 我們要降低這個發炎 去修復的話 其實有一個養生茶 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部分就是說 你容易疲倦 或是容易發炎的人都可以用 那比較偏肝膽 跟疑這個部分 那裡面呢 我們可以用那個金錢草 還有我們的陰塵 這兩個 這兩個對於 譬如說有些人像黃膽 退黃的話 它有幫助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枸杞 因為枸杞本來就是入肝膽精 所以用這個方式去煮 這個養生茶 一樣1000cc煮滾 然後轉向過煮40分鐘 這個茶也就可以做平常的保養用 是 要保護我們的宜章 平常有非常多營養素要補充 宜利油奶鮮養素 其實我幫大家設計五種營養素 那前面兩種的話 是其實跟穩定血糖有關 各跟膳食纖維的部分 那包括像你看 我們這大部分的這個主食類裡面 都是要吃所謂的咀嚼酒一點的 就符合剛剛陳醫師講的 就是你要一直攪的 那就是膳食纖維高 那比如說像糙米 燕麥 那在蔬菜裡面 菇類含量非常高 所以如果不敢吃綠色蔬菜的人 我覺得菇類倒是可以多攝取 然後還有海帶類 海藻類 這都屬於膳食纖維高 可以穩定血糖 那穩定血糖 當然就是跟胰臟的保護是有關係的 然後另外就是所謂的這個 白梨乳醇的部分 它是一個非常豐富的 所謂抗氧化多酚類 那它的食物選擇 你只要記得是要是霉類偏紫色的 那就是屬於白梨乳醇高的 那有的人說紅酒裡面很高 但也沒必要 因為紅酒我們知道 不用為了就去喝酒就對了 就是想喝酒不要找理由 對 這個自癌因子 所以我們以水果的部分來 那以台灣的話 夏天的上腎 其實它的白梨乳醇含量非常的高 然後又可以幫助皮膚 又可以預防所謂的胰臟癌的發生 然後另外葉酸的部分 其實剛剛薑皮有提到 就是我們很多的癌症 其實跟細胞的分化 異常分化的有關 那葉酸其實它以前都會覺得 那是懷孕的媽媽要多吃 其實現在兩種也要多吃 一個是抗癌的 然後一個是所謂預防性血管疾病 都需要多吃 然後最後維生素B6 為什麼會放在裡面 其實它跟蛋白質的吸收有關 蛋白質它本來就是修復 我們的黏膜跟組織 是很需要的營養素 所以它是蛋白質的好朋友 所以這五種營養素 真的是在保護胰臟的時候必吃的 沒錯 胰臟要不發炎 吃對東西絕對是關鍵 主廚要教我們一道護胰臟的料理 胰臟要不發炎 就要多吃抗氧化 穩定血壓的食材 主廚今天要做的魚的料理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吃紅肉不要吃多 大家吃白肉 白肉每次都選雞肉 但我們乾脆吃這種鮮魚 我們今天用的是這個恰髒 其實除了這個 今天會選擇魚 是因為早上去的時候 你沒有買到雞肉 沒有 因為每次看到 都是什麼鮭魚 鱸魚很常見 我們今天用比較不一樣的方式來燉 這是一種歐式的燉法 我們會利用很多的豆類 像我們這邊用的是 也是個超級食物 鷹嘴豆 還有這個叫黃金扁豆 我們也叫到紅豆 還有這個玉米 膳子纖維也很高 首先我們要趕快先來煎魚 這魚因為很新鮮 你可以不用醃漬任何東西 倒一點橄欖油 直接魚放下來 小心 魚如果會有水分的話 會噴出來 拜託要吸乾 我們不能夠噴到 對 我現在走超遠了 你那個稚嫩的皮膚不能被噴到 OK 好 我們把它煎 來煎魚 另外一鍋我們也一樣開火 下橄欖油 我們來炒所有的料 這個其實在很多蜜乳菜 瓦倫西 西班牙菜 有很多用豆子去燉的料理 你這個可不可以炒 因為魚的眼睛是看我有點怕 沒有 轉過去一點 不用擔心 對 好 我們一樣下橄欖油 下橄欖油之後 我們把洋蔥下來炒 洋蔥 先炒香 一定要先炒香 洋蔥的質化數很高 我們就直接把洋蔥炒香 炒洋蔥 好 紅蘿蔔 紅蘿蔔 切碎紅蘿蔔 對 切丁 都切丁 其他部分豆類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事先都先把它蒸熟了 對 都先把它蒸熟了 你就直接說 看每個豆類它的一個狀況 泡水的時間不一樣 泡完之後 直接蓋水下去蒸這樣就好了 好 這個炒軟 炒軟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是馬鈴薯 馬鈴薯 這馬鈴薯要丟下來 這是熟的嗎 這是生的 生的 基本上我們需要讓它燉一下 我們都把它炒熟 OK 好 炒一炒熟 什麼時候要放那些豆類 因為豆子已經熟了 晚一點再放 現在把一些需要炒的 生的先放進來 像譬如說這個番茄 大量的番茄 大量的番茄 切紅素也很多 我們就直接把它 你再稍微拌一下 把它拌炒 還有哪個是 這個 鷹嘴豆它比較硬 我們可以讓它先 它雖然已經蒸熟了 都可以丟下來 也切進去 就可以丟下來 所以都可以丟下來 很豐富 滿滿的 好多喔 OK 點豆 點豆 都可以下來了 所有豆類都可以先下來了 都可以下來 所以它就是一直在倒而已 全部倒進去 我跟你講 這不是倒進去 很多東西是一種配搭 你看 你就不會想到 要煮豆子對不對 真的不會這樣子煮 對 我贏了 好 沒辦法 真的好吃嗎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好 我們把它全部燉 加高湯 加高湯 再拌一下是不是 好 我們把它燉一下 OK 怡力怎麼開始到料理 其實滿厲害的 因為第一個配色上面來講 不要講客套話 我們真實的評論 對 因為其實配色上面來講 你看它就屬於彩虹顏色 我們在講彩虹顏色 就是質化素很高 對 然後另外 鷹嘴豆其實要注意 鷹嘴豆它是蛋白質高 但是澱粉也高 所以它也可以取代蛋白質 也可以取代澱粉 重點是它有一個特殊營養素 葉酸含量特別高 所以它修復我們的細胞黏膜 或是讓提高抗氧化 是非常有幫助的 然後馬鈴薯 大家比較少我會去提到它 馬鈴薯它雖然是澱粉 可是它的維生素B6也滿高的 所以可以幫助鷹嘴豆的吸收 所以這樣搭起來 其實我覺得這一道 不只是針對胰臟 而且它是抗癌的一個料理 也很用心 因為用了很多的豆類 提高蛋白質的能量 OK 好 但不知不覺的 這個魚已經自動翻身了 自動翻身了 把它煎到這樣有點恰恰心 其實當然你要用任何的魚都可以 但我們就建立就是 其實這樣子燉豆的菜 很多都會用香腸 黑根 很多那種煙燻製品 它才會香 這個豆子才好吃 因為很多人他不喜歡吃豆子 可是豆子需要有什麼 它需要有油脂 對 所以我們就是取一些 好的一個海鮮的油脂下來做 好 這樣差不多之後 我們把綠色的 這個是我個人非常喜歡做 這是芥蘭 芥蘭葉 芥蘭葉丟下來 然後給它一點調味 鹽巴胡椒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香料粉 就是用一點點墨西哥香料粉 墨西哥香料粉 對 用一點墨西哥香料粉 把它下來 不要太多 然後鹽巴胡椒調味 再來我們把我們的玉米 也可以丟下來一起拌 玉米 玉米最後放 整鍋滿滿的 這一鍋其實是為了要讓 如果你明天便當菜可以用 OK 把它全部燉一燉 再來我們要把魚丟下來了 魚丟下來 魚丟下來之後 一起燉煮 對 一起去燉煮 大概燉個五分鐘就可以了 戴起來五分鐘對不對 對 OK 那我們這道幫你 保護胰臟的料理就完成囉 推薦這道鮮魚燉豆給你 豐富的維生素的馬鈴薯 加上富含礦物質的豆類 健康好吃 鮮嫩可口 幫你顧好胰臟不發炎 大腸癌雖然今年掉到 第二名的發生率了 但是它還是一個發生率 很高的癌症 很多人說大腸癌的話 你可以看你的大便 很多大腸癌可能會有血便 或是有深黑色的便 但是有些人大腸癌 明明很嚴重 大便卻很正常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廣告之後來告訴你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 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 謝謝大家